应该讲呢,疫情发生以来,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,上海的国际航运中心功能仍在持续稳定地发挥。 上海港的集装箱日均吞吐量在4月份仍然保持在10万TU以上,也就是10万标箱以上。 国际机场方面,我们入境航班的直飞率接近80%,国际货运航班直飞了2300余架次,日均达到了100多架次。 日均的货量超过了3500吨。 后续呢,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公路核酸检测服务点的布局,加快落实货运司机急踩急走急追的管理要求。 同时,持续关注货物流方面的问题,及时回应诉求解决问题,切实保障港口机场核心功能的运转正常,货运的主动脉和微循环的畅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